現在開始教一個一個的常見的有機化物 第一個東西叫做所謂的丁類 什麼叫做丁類 丁類就是這個有機化物裡面只有碳跟氫 只有碳跟氫兩種 叫碳跟氫 這個氫是造製造來的 就是 碳跟氫 把那個碳的火跟氫的那個氫把它合在一起 然後念作特異恩廳 就是我們這樣講念聽 我跟妳講念聽 可是教育部的字典說應該要念清 教育部的字典說這個字要念清 所以就看妳怎麼念吧 顯示妳有學問妳就念清 顯示妳很普通妳就念聽 妳就念聽 聽類 我都念聽啦 我以為我沒有什麼程度 聽類 聽類 聽類不亦融於水 不亦融於水 然後呢 碳燒然就是二氧化碳 氫燒然就是水 所以燃燒產物就是二氧化碳跟水 就是聽類 碳氫化物叫聽類 聽類 那麼 這叫石油的分流 未來還會再交一次 有個分流塔 會出來不同的產物 有一些人會問那個產物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不用廢 妳只要記得 越上面的就是熔點 廢點越低的 越容易變成氣體的 越下面就是熔點 廢點越高的 越會變成固體的就可以了 那麼這裡會分流出來的 這邊有汽車啊 就是所謂的汽油啊 汽油啊 汽油啊這些東西 有什麼汽油啊 柴油這些東西 它們都是聽類的混合物 分流就是東西太複雜 沒有辦法一次弄清楚 就分段生六 隨便這樣講 七十度到一百度吸一段 所以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是混合物 所以分流出來的東西是混合物 所以分流出來的東西是混合物 這些都是所謂的廳內的混合物 我們的廳內有很多種 我們前面有跟妳寫很多個 這邊有寫什麼 碗啊 錫啊 缺啊 本啊 國中都不教 國中只教碗 而且國中基本上只教煉狀碗 煉狀碗就是排成一排的 碳排成一串的 叫煉狀碗 像甲碗 乙碗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碳會繞成一圈的 叫做環狀碗 環狀碗 要三個才會變一圈嘛 所以最少就是環餅碗 環餅碗 還什麼環物碗 環極碗 我們國中基本上是沒有教環狀碗 國中基本上是沒有教環狀碗 OK 那麼 這個是叫煉狀碗的通識 煉狀碗的通識 為什麼是這個通識呢 因為呢我們說碳有四隻手 然後呢 碳就結成一串 碳就結成一串 那麼每個都有四隻手 你可以看到然後這邊都是結氫 碳一樣都是結氫 結果發現呢 一個碳會有幾個氫 一個碳會有幾個氫 所以 N個碳就會有 二N個氫 但是頭跟尾還各有 一個 所以要怎麼樣 加二 加二 所以要加二 所以通識叫做 CNH2N加二 N最小就是一個 一個 這叫做英文的寫法 中文呢 中文呢 就數碳 一個碳叫做甲 兩個碳叫乙 三個碳叫做 餅 甲乙 丙丁 物己 更新人葵 這指道有十個對不對 那超過十個怎麼辦 十一碗 十二碗 十三碗 這就是碗類的中文 就這樣做 那你要記得那個CNH2N 那個2N加這個東西 這後面有用 那麼 如果這個碗的碳數比較少的 比如說甲乙丙丁這種 它就是 常溫常壓就是氣碳 多一點的呢 多一點的呢 就是液碳 就是霧啊 擠啊 根啊這些東西就是 液碳 更多一點的呢 就是固碳 就是固碳 這個知道就好 就是說它有液碳 有氣碳 有固碳 就是碳數少就是氣碳 碳數很多就是固碳 這麼回事知道就可以了 那麼我們就請你背兩個東西 第一個叫做甲乙 CH4 化學是要知道 然後呢是天然氣的主要成分 你們家用的瓦斯 如果是用算度數的 在門口貼一張紙 自己填度數 然後給你算錢的 就是所謂的天然氣 主要成分是甲乙 還有一些儀碗 不過考試的時候 你就只要寫甲乙就可以了 就只要寫甲乙就可以了 好甲乙 還有像澡氣有很多的甲乙 這樣就當燃料 當一些化學物 所以 我們的所謂的天然瓦斯 就是所謂的甲乙 我第一個要記得 甲乙 第二個要記得 叫做 丙碗 C3 H8 丙碗 你們家的用的瓦斯 我是打電話給瓦斯行 請他送瓦斯來的那種 放在鋼銅鋼品裡面的 那個就是丙碗 主要成分是丙碗 那也有一些丁碗 考試就寫丙碗就好 就寫丙碗就好 那麼它就是所謂的液化石油器 就是你那個叫來的就是液化石油器 所以液化石油器的成分就是丙碗 就是所謂的丙碗 那麼 你到那個超市 那個便利商店買到那個美女排 打火機啊 然後呢 因為那個以前那個打火機 那時候我喜歡 一些那個穿衣服 創很少的女生的照片 美女排打火機 還有就是你們家裡 有那種簡便瓦斯有沒有 一瓶的 放上去打瓦斯爐 簡便瓦斯爐 那裡面放的是丁碗 那人放的是丁碗 問問你自己 丁碗你會學化學士嗎 丁碗你會學化學士嗎 丁碗 那些是丁碗 就了解一下這些常用的 就是我們一些做 我們你碰到都是做燃料用 就是天然氣 或者是液化石油器 就了解一下碗類 記住甲碗跟丙碗 記得它的化學士 知道什麼叫碗類 看清化合物就可以了 OK